我覺得對於台灣喔 整體的防衛來講 當然我們必須要增強自己防衛的實力 那在整個全球共同追求民主、和平、人權的價值上 跟其他理念相近的國家 展開密切的合作 在全民國防的概念下面 台灣的防衛本來就是要靠增強自己的實力 我相信啊 這個是全台灣人民的貢獻 還有其他的嗎 我以為那你怎麼看 等於說漢國瑜推出這個盧岳中 到民主基金會的執行長 但民進黨一直拿不出這個不適任的理由就一直抗 那人家就認為說是不是怕盧岳中上任之後挖出黑料 怕發現這個民主基金會其實早就是盧岳中的相親 盧岳中教授是一個非常優秀的人才 我相信 不僅僅是他在學界 長期的根源 政大外交系的系主任 在學術上面的表現有目共睹 而且長期也參與民主基金會 實際啊 得工作 絕對是一個非常適任優秀的人才 那對於韓國瑜院長 能夠請到盧岳中教授 來擔任民主基金會的執行長 我覺得這個是國家的福氣 那台灣民眾黨 我們在民主基金會所推派的董事 周台族周大使 對於韓國瑜院長這一項人事的任命 全力支持 我們在野黨要好好的監督執政黨 這個共同的目標下 那台灣民眾黨的黨團三長 跟中國國民黨的黨團三長 我們先前針對了非常多的議題深入 而且廣泛的交換的意見了 那當然招委的選舉 這件事情也在討論的範圍之中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中國國民黨 那外交國防委員會的委員們 那共同的支持林一軍委員 來出任這個會籍外交國防委員會啊 的招委 我們相信 在野共同的來監督執政黨 而台灣民眾黨的黨團 我們也會秉持著務實理性科學 就事論事啊的態度 站在人民的立場 扮演好監督的角色 我覺得喔剛剛光你是講發問的那個問題本身的那兩句話 斷章取義啊就蠻嚴重的 我是說目前有線電視新聞網所存在的狀況 我在去年就已經號召公民在NCC前面 對於目前我們有線電視新聞網所存在的問題啊 鼓勵大家 如果看不下那一些政論節目 把自己當成戲劇台來播的話 每一個公民都有自己選擇啊的權利 在網路的世界裡面 在YouTube的世界裡面 有更多更樣 各式各樣啊 來源更豐富的內容啊 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 他說什麼邪教化 他說什麼邪教化 我覺得喔 做這種發言的人啊 可能對於過去20年台灣消費者的運動 完全欠缺整體脈絡的認識 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問一問 台灣的消費者 對於我們現在目前有線電視網 到底是滿意還是不滿意 有選擇還是沒有選擇 過去 說要開放分組付費 到現在呢 為了有線電視系統大亨的利益 這麼簡單的改革 喊了一二十年 通通都沒有做到 消費者沒有選擇說不得權利嗎 對於您剛剛所指稱的那位教授啊 對於消費者選擇的權利 做出了這麼沒有嘗試的發言啊 真的是讓人滿遺憾的 委員長請問 北檢偵辦超市的鏡頭彈VN啊 然後目前我們全部門的續場會 有沒有會專門涉探 什麼名字 超市的弊案 特別是跟日本採購的那一段 2022年 我從回到立法院之前 我去年 在我自己的直播上 我就講得很清楚了 問題重重 2023年 在炒巴西進口蛋的時候 這個時候超市浮上檯面 但我去年就說啦 超市的問題啊 絕對不是從巴西進口蛋才開始啊 之前就在搞日本進口蛋 大家可以去回顧一下 我上個會期 在經濟委員會 針對這件事情 最起碼質詢了五次以上 當時農業部的部長 陳俊暨 是如何的 能拖就拖 能混就混 能遮掩就遮掩 甚至在國會殿堂裡面說謊 也不惜要掩蓋這個弊案 這件事情追蹤了這麼久 我們的台北地檢署啊 終於睡醒了 但睡醒的台北地檢署啊 出手的方式啊 我只能夠說啊 讓大家好無期待可言啊 這件事情 最應該說清楚講明白的 包括前任農委會的主委陳其中 續產會的董事長林聰賢 以及現任農業部的部長啊 陳俊暨 陳俊暨 你自己在國會 在經濟委員會裡面 為了幫超私遮掩 說了多少謊話 要你提出資料 能拖就拖 能混就混 這個在立法院裡面啊 委員會直播的紀錄 全部都留下來 請陳俊暨啊 不要躲起來 說清楚講明白啊 為什麼遮掩這麼久 檢方查進口袋的弊案 查了多名的官員還有業者 而其中的關鍵人物 也是唯一被監察院點名的 就是超私公司負責人秦宇朝的女兒 而他呢一個人分飾三角 以一條龍的方式 一個人來處理進口袋的業務 超私公司負責人秦宇朝 早上籌到兩百萬元交保金後 穿外套包緊緊離開北檢 被爆出是藝人公司 資本額只有五十萬元 是如何拿下百分之六十 專案進口量 疑似跟他至今還在日本的女兒 吳玉菲脫不了關係 前年續產會早上曾在二零一九年 協助海外買單的吳玉菲 透過他牽線跟量財公司 簽約進口日本雞蛋 但下半年量財不再進行委託後 則改用現貨購買模式 跟超私公司買兩千五百萬顆 日本雞蛋 也就是說吳玉菲在整個流程中 不僅是公司代表貿易進口商 還是日方代理商 他是量財的零性員工 除了超私外 量財公司背景也被起底 走在後面的是負責人林一龍 巧妙地避開鏡頭 兩人分頭離開 而另一名野造約談的負責人 近視天后御用整形醫師王朝輝 以美跟雞蛋占卜上邊引發爭議 到底哪個環節有問題 恐怕就得等吳玉菲 從日本回台 跟檢方講清楚說明白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